东昌加压站主要是新城乡花莲市和吉安乡 家中污水分流的重要据点 为了了解污水加水站运作的情形 花莲县议会前往现场视察 同时提出了多项建言 希望县府能够向中央争取更多经费 让加压站能够承受未来的污水量 花莲县议会从91年开始就在大花莲地区 新城乡花莲市和吉安乡开始建置污水下水道工程 就是要把家中排放的污水通过专用的管线 排放到吉安乡污水处理厂 而所有排放的污水都要经过东昌加压站处理 为了要了解加压站运营的情况 花莲县议会建议小组也前往现场视察 来听起县府进行说明 91年左右就开始了做了几个干管 然后再来94年到98年做了东昌加压站跟水资中心 那原理是说我们花莲有四个干管 它其实这些污水 家户的污水都会集中在这个东昌加压站 在所有的污水 家用污水都会集中在这个东昌加压站 再打出去打到水资中心在光华工业区那边大概要打四公里 所以这个加压站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所以一百年开始刚刚讲到了前期的规划建置重点干管 然后再来建置水资跟加压站之后 一百年开始是全花莲 花莲市跟吉安乡在建还有新成一部分 在做这个污水接管的配置到现在还在进行中 那这个污水接管的配置呢 其实这样子换算下来也大概11年了 那这次看主要就是希望说我更了解到这个我们花莲市的污水 到底怎么样来处理 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个污水的接管已经十多年了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在我这个议员的角色 我希望花莲县政府要边一边预算 来对于污水接管这个已经使用了十多年的这些接管 好好的检查好好的维护 否则的话有可能随时都会变成不定时的这个隐忧啊 那所以希望说看完之后我们更有概念了之后 希望未来在监督县府在污水处理这一块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希望能够未来在维管的部分能够做得更好 现阳发明表示有一大花莲地区也接续展开建制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未来污水量将是一大考验 也希望县政府能够继续争取建设设备的经费来因应未来的需求 记得转眼睛小伙老